Amazon宣布过去一直被视为污染源头 甚至可能会因为新冠病毒停留而造成更多传染的纸箱 现在透过他们的创意不但能帮助观众建造起一栋可爱的猫公寓 甚至还可以成为硬纸板堡垒或是迷你高尔夫球场 且最让消费者满意的是还可以为家庭带来更多乐趣 这不只是Amazon近年来致力于环保生态与环境友好上的努力之一 且适当地延续这份纸板劳作的欢乐还能够化解民众对于病毒透过纸箱传播的过度担忧 毕竟全美各地至今没有发现任何一起纸箱传播病毒的案例 且透过更多适合的容量设计 Amazon将能使用更轻的容器与更紧密且匹配的包装尺寸 借此尽可能地减少多余的纸箱浪费 并且帮助降低火车运送的旅行次数 且借由多方面持续性的环保减碳 最终将可以达成公司承诺在20到40年之内成为净零碳的企业目标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